近两年,日本不断对中国的台湾问题发表评论,企图插手中国内政。 2021年12月1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公开活动中做出与台湾相关的不妥言论,他声称,台湾的事即是日本的事,等同于影响到美日联盟。 2022年,新任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其他高级日本官员也多次发表涉及台湾的不恰当言论,这导致我们多次派遣军舰环绕日本进行抗议行动。 古人曾言,莱尔不枉非离也。 不久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前副总参谋长,海军上将孙建国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了会谈。 会谈中,日本官员仍试图谈及中国台海局势,发表与台湾相关的不当言论。 针对此,孙建国上将强调,台海问题的复杂化主要由美国煽动,其目的是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日本与此事无关,应避免让台海问题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难题。 之后,孙建国上将指出,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持续制造麻烦以阻碍中国,他提醒日本警惕美国侍郎,应小心避免为自己招致麻烦。 最后,孙建国上将总结,台湾问题与日本无关,中日两国应该避免让这个问题影响双边关系。 然而,面对孙建国上将的善意提醒,日本官员并未表示理解,仍试图干预中国的台海问题。 随后,孙建国上将选择不再深入争论台海问题,他淡然地说,琉球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说它会独立呢? 听到这话,日本议员立刻反驳,坚决否认琉球独立是不可能的。 孙建国上将回应说,我并无针对冲绳的特殊意图,换成北海道也是一样。 这一回答让整个日本议会震惊。 中国媒体一直在抗议日本官员发表涉台不当言论,这次,日本媒体开始抗议中国官员发表的所谓的涉议不当言论。 我们熟悉的不当言论四个字,出现在日本产经新闻用来抗议中国,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我从未见过欧美日韩等国,因为几句言论自由的表述,就向中国提出抗议,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是初次见词景象,因此特地将这件事情翻译成汉语给大家共享。 在日本新闻的评论区,大量日本网友表示震惊。 我摘录了几个热门评论供大家欣赏。 一个热门评论是,他们似乎以支持独立为借口进行攻击。 看来,当问题转向自己身上的时候,日本人也理解支持独立其实就是攻击。 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承认去年美国和日本实际上一直在攻击中国? 另一个热门评论问道,这是宣战吗? 这也太敏感了吧? 一个中国官员谈论一下琉球问题就被视为宣战。 那么,根据这个标准,日本和美国不是已经无数次对中国宣战了吗? 这个宣战的标准,你们自己接受得了吗? 还有一个热门评论说,那些大肆鼓吹反战,反对千变的人们的愚蠢行为,才导致了这个局面。 以下是日本公众的实际看法,热门评论中并没有人反思日本不应干预台海事务,或者认为中国将军的反击是合理的。 在48小时内,日本政府以避台风为理由,派遣了7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去年,日本官员就在多个场合发表了一些涉台不恰当的言论,我们为了表示抗议,派遣了军舰绕日航行。 这真是报应不爽,今年轮到日本军舰过来航行抗议了。 那么,从法律角度看,琉球和北海道有独立的可能吗? 如果从法律角度看,琉球独立的理由实在太充分了。 首先,琉球自古就是中国的附属国,琉球人使用汉字,琉球墓碑上刻满了汉字。 在日本强占琉球一百多年前,琉球的第一反应就是求助于北京。 但当时清朝的国力已经衰弱,无法出兵,希望通过美国与日本调解。 最后,调解结果将琉球群岛的大部分归给了日本,只有南部约三分之一的荒凉群岛被划归琉球,这被称为琉球条约。 清朝本来打算签字,如果签字,那么日本将在法理上拥有占据琉球的理由。 但这时,琉球使臣林世公出现了,他阻止了这个条约的签署。 他听到清朝打算签署琉球条约后,来到总理衙门前,留下了一首诗后,当场自吻,以此来为琉球换取一线生机,这一天是1880年11月20。 林世公的死震惊了整个清朝,之后无人再敢提起与日本签约的是因此,清朝在琉球归属问题的任何条约上都没有签字,为今日琉球的法理归属留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在占领琉球后,将其改名为冲绳,对琉球人民的统治十分残忍,极力剥削琉球人民。 1945年,在美军发动冲绳战役攻击琉球群岛时,驻导日军大肆杀害琉球国民,抢夺岛上所有物资。 冲绳战役结束后,琉球人口由战前的47万人减少到战后的11万人。 据美军专家统计,至少27万琉球居民被日军直接屠杀,另有9万多人死于战火和饥饿。 琉球人在日本人眼中并不被当作人,只是被当作资源。 二战结束后,全球秩序主要建立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斯坦公告》之上,这两份公告均明确规定了日本领土范围,而琉球群岛并未包含在内。 若这两份公告被推翻,将可能引发全球大战,任何国际协议将可能失效。 美国曾邀请中国共同管理琉球,然而当时中国正忙于内战,所以拒绝了这个提议。 因此,联合国于1947年通过第21号决议,委托美国托管琉球。 因此,根据《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和联合国决议,琉球群岛没有主权,美国只是其托管者。 法理上,琉球不属于日本,应该归琉球人民自主决定。 长久以来,琉球一直存在争取独立的呼声,却屡次被日本镇压。 另一方面,北海道的归属问题根据1945年签署的亚尔塔协定,北方群岛和北海道被划归苏联。 然而,由于实际军力限制,苏联未能取得北海道,只得北方群岛。 随后的冷战期间,美军驻扎在北海道,苏联也作罢。 亚尔塔协定虽然因苏联解体而失去执行力,但它仍是二战后设定国际秩序的重要协议之一。 实际上,北海道在19世纪前并非日本领土,而是瞎疑人的地区。 今日北海道仍有瞎疑人民声援独立。 根据亚尔塔协定,北海道不属于日本,它可以独立或归属俄罗斯。 琉球独立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能直接打破美国的第一岛链封锁。 日韩和菲律宾都有美军驻扎,而台湾和琉球则是封锁的弱点。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且没有美军驻军是最容易突破的一环。 而琉球虽地域狭小,但地理位置重要,占据了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 若琉球群岛成功独立并且摆脱日本与美国的控制, 那将破坏整个第一岛链的封锁,将日本和韩国与菲律宾方向的联系割裂。 这会使得原本封锁中国的力量反而被中国和俄罗斯封锁。 显然,琉球的独立将对中国大有利益,这一点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明白。 由于此原因,日本积极试图插手中国的台海问题,希望通过困扰中国与台湾,以保持第一岛链封锁的稳固。 从理论上讲,台湾是中国在第一岛链上最可能突破的地方,只要在此区域给中国制造困扰,问题似乎就解决了。 然而,台湾属于中国,居民都是中国人,我们不会按照日美的期望形式。 我们已经给日本发送了明确的信号,利用台湾消耗中国的计划是行不通的。 如果日本坚持这么做,我们将会直接越过台海,优先解决琉球问题。 日本以为把战线推向台湾,琉球就能安全。 然而,对中国来说,如果把战线推到琉球和北海道,那台湾就是安全的。 关于谁有能力把战线推向外部,这取决于谁的国力更强大,谁的法律依据更坚实。 毋庸置疑,中国在国力和法理上都有绝对优势。 此前未采取行动,只是出于对整体局势的考虑。 然而,在2023年4月,我国驻法大使卢沙也在回应西方媒体试图把乌克兰问题联系到台湾问题的挑衅时, 他直言,根据国际法,波罗的海三国并非实际主权国家,没有任何国际协议确定了他们的主权。 同样,2023年5月,我国孙建国上将面对日本对中国台湾问题的挑衅时, 淡然地说,琉球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如果我告诉你,它会独立呢? 两个月内两次主权讨论,你认为这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 为何中国总是要被动应对? 在欧洲,我们可以讨论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问题, 在亚洲,我们也可以讨论琉球群岛和北海道的主权问题, 开启这些讨论,看看他们还有没有精力和勇气再来谈论我们的台湾问题。 您的官员说了那么多年,我们并未受到影响, 为何我们的官员稍微提起一下,您就感到威胁? 这难道不是太过敏感了?